桃園國際機場曾經幾度因為漏水等事件 登上媒體版面 我們也聽到部分旅客抱怨連連 但是根據國際機場協會公布的 最新服務品質評比 桃園機場在分組的24個國家當中排名第三 僅次於韓國、仁川還有印度的新德里機場 工作人員站到服務台外 看到一臉迷惘的旅客就主動上前協助 就是這樣的服務態度 加上購物設施 證照查驗速度 讓桃園機場登上2013年 國際機場協會2500到4000萬旅客分組 評比的第三名 先前1500萬到2500萬旅客量 我們也是排名第三名 那我們升級到2500萬到4000萬 這個旅客量的話 我們還是第三名 就是所以我們整個成績是蠻穩定的 在這個分組裡 排名第一的是韓國仁川機場 其次是印度新德里 桃園已經贏過上海紅橋及印度夢買 至於2012年同一分組的排名 東京成田還在第四 今年已經不在前五名 桃園機場公司認為能有這樣的名次 已經算進步很多了 不過旅客認為還是有地方需要加強 不只旅客抱怨桃園機場的連外交通 國際機場協會評比中 也將交通列為桃園機場需要改進的項目 桃園機場公司表示 交通問題等到104年底機場接運通車之後 就渴望大幅改善 記者林政五 郭俊麟桃園報導